那上禮拜我们被卡了很久 那就是主要是那个防毒软体没关 所以今天的操作请各位第一件事情 就要先关防毒软体 那如果你可以直接关掉就直接关掉 那如果你觉得还是要防毒软体 你可以把那个沙盒的那个机制关掉 也可以 那OK那这是如果你防毒软体没关的话 你连那个DevC++的编译都会有问题 不只是GCC的 那这个DevC++的上礼拜有试过 那我们的重点就是这门课主要用的工具 会是GCC 那就是可能开发工具 那我们用的预设就是用那个DevC++里面的那一套GCC 所以各位在用的时候必须要做几件事情 第一个DevC++关完之后你要设好路径 那路径通常是在DevC++里面的BIN这个资料夹 那设在你的系统路径里面 然后呢打开命令提示资源 然后你随便写个程式 然后去测试一下 那像以这个例子我们 我们写的程式 这边有一个很简单的 Hello 大部分 我们一开始写程式的时候 都会先试试看 Hello能不能跑 好 好 那Hello如果可以跑的话 那我们就 就其他的程式应该变异都会比较没问题 那上礼拜就是因为防毒软体没关 所以一直行Hello的时候就当掉 而且整个锁住了 那所以各位待会请注意 一定要关防毒软体 所以我现在防毒软体这边是个XX 它警告我系统不安全 但是问题是 就是我直接把它关掉 那如果你关沙盒也可以 把沙盒关掉 因为它所谓的沙盒是说 你一个未知的执行程式 它会把你隔离在一个独立的区域去执行 那那个独立的区域执行完之后 再回到你原来的程式 可是上礼拜我们执行的结果是 它回不去 它执行完之后呢 沙盒执行完就回不去了 另外一个程式会卡住 好 那这是我们上礼拜所碰到的问题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看一下就是 整个GCC开发工具 就是耿路开发工具 它的架构 那我们这学期会 所以你一定会学会这整个开发工具的用法 那这个开发工具在开放原始码的领域 或者是迁入式的领域 非常非常广泛的使用 所以这个工具 如果你学会了 你出去工作 通常只要你写的不是太应用程 而是比较系统层的都会用到 那赶路工具呢 在Linux里面其实它有预设 那在Windows里面有很多套 第一套你可以用DevC++ 那第二套你可以用Sigwin 那这个Sigwin呢 是一个很著名的Linux开发公司 然后所释放出来 我印象中应该是Red Hat Red Hat这家公司所释放出来的一套 在Windows底下模仿Linux的一套工具 那模仿Linux环境 所以在Sigwin底下呢 你不能下DIR 因为它的指令都是Linux的 所以你下DIR要改成下Linux的方法 要下LS 这样的指令 LS就是相当于DOS的DIR 可以把那个资料夹的内容列出来 这个是Sigwin 那如果像我们上礼拜呢 因为DevC++失败之后 我不是又灌了另外一套 叫MinGW 那MinGW也是一套 在Windows底下的梗路工具 那但是呢 它跟Sigwin比较不一样的是 它可以下DIR 它的指令比较模仿 就是它主要是 在Windows里面的东西 它并不是刻意去模仿Linux的 所以那个MinGW 其实是比较纯Windows系统的东西 只是它在Windows系统 把梗路工具放进去 那所以这几套都可以用 那我们 我们三套都够 都足够我们用 那我们 所以我们用DevC++ 这是最简单的一方法 那梗路工具 它的使用基本流程呢 最核心最核心的一个程式 叫GCC 那我可以把比如说点C档 然后呢 经过GCC编译之后 分别输出它的 它的执行的连接档 这叫点O 这个点O呢 在是Linux里面的习惯 就是副档名点O 就是预设是目的档 OBJ的意思 那Linux的副档名都用得很短 所以在Windows底下 通常会点OBJ 但是因为这里是 梗路工具是使用Linux的习惯 所以通常会用点O 那输出之后呢 你再经过LD这样子的一个连接器 然后连接起来 就变成一个执行档 Executable 那这Executable 在我们的DOS 或Windows底下 它会是点ES1 但是在Linux底下 其实通常也是用点O 那如果今天呢 有呼叫韩式库 那像这个PrintF这些 那它你可以用GCC 把它编译成点O档之后 用AR这一个指令 把这些点O档合并 变成一个韩式库 叫点A OK 那这些点A可能会有很多个 然后再跟你 被你连接进来 跟你的程式一起连接 因为你要用到的 它的韩式库 比如说PrintF 那连接完之后 再变成一个可执行档 但是通常我们在写 小程式的时候呢 不需要去特别连接点A 因为它系统里面 就有预设一大堆点A 可以让你用 除非你想自己 自建造一些韩式库出来 你才需要走这一套程序 否则的话 你只要走上面这一套程序就可以 好 那这样讲好像很不清楚 所以我们实际用一个范例 在这里是一个 两个是语言的程式 一个叫main 一个叫上 那这个main呢 OK 就是呼叫上 做1加到10 那上就是做1加到n的动作 那上10就做1加到10 那这样子最后呢 把1加到10的结果印出来 然后要不要pose随便 因为其实在使用GCC的时候 没必要pose 之所以你要pose是因为 你在dev C++里面 因为它一按的话呢 它执行完之后 那个视窗会自动关掉 那视窗自动关掉 你就看不到你执行的结果 所以你才要做systempose 那systempose是指说 我呼叫系统的pose指令 那pose指令 它就会刻意停住 然后说按下一步 按下一步离开 这样 那这样子你 你会变成说 我在dev C++里面 才有办法 看得到结果 因为它会停在那里等你 那一般来讲 其实不需要这个指令 那我们可以用这样子编译 我用GCC上点C main点C 直接O上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同时编译 而且输出执行档 直接输出执行档 不输出点O档 那我这样子做是可以的 那这样子是两个程式 同时编译 而且最后变成一个执行档的方法 那所以你最后会看到一个上点C 在这边 然后打上的话 它会运出上等无输 然后因为我们刚刚有做Pose 所以它会输出 请按任何意见继续 那事实上呢 GCC它不只可以做直接输出执行档 它还可以让你把一个C译元 编译成组合元 那这是我们这一门课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你要看得懂组合元 你要知道它这个程式被编出来的组合元 为什么长这个样子 每一行指令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你们最后要看懂 那现在这个指令它所产生出来的是 X86的Intel的这个CPU的指令集 那我们也自己写一套工具模仿GCC 来做一套类似GCC的东西 然后自己把一个高阶语元变成组合元 那再把组合元转成机器码 再把机器码转成 载入到电脑去执行 那这些过程 是我们这一门课最重要要学的 第一个 你要看得懂高阶语言怎么转换成组合元 第二个 你要看得懂组合元怎么转换成机器码 第三个 你要看得懂机器码 第四个 你要知道那些机器码是怎么被执行的 OK 那所以这里面你会看到很多天书 什么样的天书呢 01 0101 这一堆01代表什么意义 你要能看得懂 当然很少人可以看得懂 01代表的意义 除非你了解它的指令集 那这是这文课里面 一些观念上面 我们必须要学会的地方 好 那刚刚这一个这两个指令是把C元转成组合元 待会我们就会试给各位看 而且会要求各位自己试一遍 那这些 这些指令 它是把C元转成组合语言 当主义器用 对 这是转成组合元 当主义器用 那接下来呢 GCC又可以当连结器用 把两个组合元呢 连结变成一个执行档 变上兔 上兔还是可以执行 OK 那我也可以呢 编译的时候呢 是输入一个C元档 再另外输入一个组合元档 然后让它输出成一个执行档 那这样做 一般来讲会在什么时候用呢 当你写比较低阶的迁入式的程式的时候 你有一部分呢 会是用C元写的 大部分 有一小部分没有办法用C元写 因为那C元不提供那样的功能 这时候你必须要用组合语言硬K 所以你那部分要用组合语言写 再把C元跟组合语言连结起来 变成执行档 那什么时候会做这样的事情呢 当你写一个启动程式 当你写一个迁入式的程式 当你想要写一个作业系统 你都需要用组合语言去硬写某些东西 当你想要提升整个电脑的速度 那其中有一个函数 非常非常强调速度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用组合语言硬写那些东西 当你想要控制GPU 控制绘图处理器 控制你的电脑 让你的电脑的平行 或者是某种速度 强调速度的功能 可以发挥到极限的时候 你需要用组合语言来写程式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有些C跟组合语言连结 这样子来做 好 那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来操作一下 怎么样子做刚刚的那些动作 那为了要操作呢 那我们先到课程这本书的网站里面 那这里呢 有一个 在下载的地方 在下载的地方 这边呢 有 有 像这里有 CH1.zip CH3.zip 但是 可以一次下载全部 所以你就直接下载这个code.zip就可以了 那我们 硬存 好 这个code.zip 直接我把它存在我 这个系统程式的资料夹底下 好 这个code.zip 应该不太大 程式码其实是很小 那我们把它解压说 好 那你会看到这里有CH01到CH12 这些都是程式码 那这个 我们现在所要用的是CH01的程式码 好 这里呢 其实CH01它有devc++的 的 的 专案 但其他的 后面的几张 我大概就没放devc++的专案 那 慢慢的就是 要求你一定要 自己 自己 怎么讲 就是 会动手 去用命令的方式去编译这些东西 因为 专案的方式其实 它都帮你设计好 那你没有办法调太多东西 那以这种 我们要控制的很精细的情况之下 我们必须要命令的方式 好 那我们这边就可以看一下 这两个程式 三个程式 好 这三个程式 好 那 我们用devc++去开 那你会看到有hello 我刚刚只开了最后一个 这不是nopay++ 所以 其实我比较喜欢用nopay++ 那 OK 现在用这个也可以 那 上 hello 其实刚刚我们试过了 所以 大致上 你可以编译hello 之后 你就可以来编译这个sum and main 那我们现在就来试一下sum and main的编译 我们刚刚讲过 我们刚刚讲过 第一个是 把两个呢 同时合并 然后输出成一个 叫上.s1的 OK 那他说 OK 因为我们的资料夹不对 为什么 因为我要写到ch01 OK 所以 这里才有 那两个程式 好 这样子呢 他就有输出一个 我们看一下 他有输出一个 上.s1 好 那你可以看到 他输出55 好 那这是我们第一个执行方法 就是把 这一个程式 sum的.c 和 那个main.c 两个合起来 合并 然后一次编译完 的方式 一次编译完 那 我们刚刚已经看过 他的这个程式长什么样子 这两个我先关掉 好 所以我们已经看到 这两个程式长什么样子 但是 你知道他的组合元 长什么样子吗 我不知道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指令 来 试试看 好 我们把这个东西 编成组合语言 好 好 那一般来讲 GCC的组合语言呢 我们预设会用 点s 那我加大s参数 是强迫说 你 只能输出 就是只要输出到组合语言就好 不需要进行 编程机器码 或目的档 不需要 只要编到组合语言就好 所以 而且要输出组合语言 所以这个是s 这个参数的用意 好 那我这样子执行之后呢 你就会看到说 OK 我现在这里 这里 会有一个上.s这个档案 那 我们呢 把它打开 但是 是 点s档 从清单选取 好 那 点s档 照理讲 用记事本开就好 那我还是一样用dfc++去开 那你会看到 那你会看到 上点s变这样子 OK 好 那这个 这个 程式是什么意思呢 各位现在一定 会觉得 看不懂 对 好 这很正常 那组合语言通常是指令在前面 所以这其实是它的指令 boosh l move l 好 那以gcc的组合语言的语法呢 只要是前面有点的 这都是编语指令 主意指令 那 前面没有点的 这就是真的指令 所以 poosh l 和move l sub l jmp 这些都是 组合语言指令 那 这些都是 主意指令而已 有点的都是主意指令 那这些呢 是标记 标记 那你会看到 比如说这里 jl1 l3 这个l3 标记 也就是说我从这里呢 要跳回到 这个l3 的地方 好 那当然你现在还看不懂说 OK 那为什么 这个跳回有什么用 其实它对应到的就是你这个 城市的 的 城市逻辑 那只是说 你可以看到这里有for回圈嘛 for回圈的地方 这里是不是在某个地方应该会跳回 跳回去 所以 它翻译成组合语言之后 就会变成jl1 小于或等于的时候就跳回去 那如果大于了 就不会跳回去了 就直接往下面执行 那这是组合语言的部分 那如果我今天呢 再执行一次 但是我不是边上 我是边main 好 那这样子它同样会输出我们 main这一个城市的组合语言 main main城市的组合语言在这里 那一样 我们开启 你就发现说OK 这里看起来好像一样有一些指令 有一些编语指引 那但是呢 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它扣了main 它扣了main这个东西 那这main是什么呢 另外它又扣了sung 这sung是什么东西 就是我们这个程式 你可以看到 这个有一个sung.s 上面有一个sung的标记 所以它其实是在呼叫 让程式跳到这里 那接下来呢 它又扣了printf 这printf是谁呢 就是因为我们在main里面 不是有呼叫printf吗 可是printf在哪里 它是韩式库里面的一个档案 的一个机器 所以我们扣printf 它会连接到韩式库 直接直接执行进去 好 所以这是扣printf 就是call system 为什么有system 因为你的main呢 有互叫systempose 所以就call了一个system OK 那至于这边 什么ebp啊 esp啊 eas啊 这些都是跟IBM的组合语言有关的 就是intel的组合语言有关 所以这个后续我们 在讲解的过程当中 会再插入来讲解这一部分 好 所以现在请各位呢 你去做 然后我们刚刚也就是投影片里面 要求你做的那些动作 像这里 这些动作请你都做一遍 OK 从这边开始 这两个程式下载就有了 然后呢 去编译它 然后 我们所做的动作你都做一遍 可以 那像我在做 刚刚还没做完的部分 比如说我今天呢 也可以 gcc 然后呢 main.c 然后呢 我把 上.s一起进来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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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出上柱 这样子 OK 也可以 那所以 你可以看到 这些里面的 它当主译器 当连结器 当编译器 都可以 这是gcc 好用的地方 那请各位 先去试试看 这些动作 记得把防读软件先关掉